终于出发了 15人开心在机场合影毕业 还在脸书发文打卡 新北市一名里长 纠团黎明同游欧洲 飞机上一人一排坐得还真是舒服 原来他们正要前往重灾区 也难怪飞机上空无一人 来到欧洲放眼望去 整个街头空荡荡 受到疫情影响 观光客唯恐避之不及 却只有他们选择在这个时候旅游 只因不想浪费7.3万元的报名团费 疑似回台还可领取 1万4千元的补助 事情曝光遭网友大力打罚 搜寻里长关键字 各大网络论坛出现大牌谩骂字眼 真是太恶劣贪小便宜 明知山有虎偏王虎山行浪费资源 甚至有人曾收到里长的口罩 自嘲终于知道里长用意了 不过却有李明表示 对于里长纠团出国 完全不知情 从3月10号出发 第一天西班牙市区隔天搭国内飞机 到葡萄牙发现疫情严重 决定提前回台 但改好的机票飞机又遭取消 最后才改转机 在17号下午3点半抵达台湾 虽然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17号起前往第三级国家 不能领取补助 里长团早一步出发 仍然可领1万4 带领他们然后照顾他们 受到很多的讨论 还有好像 我没有做不对的事 认不住声泪俱下 说要保护李明 却还是带团直冲 疫情镇央 由欧洲 没把关安全取消行程 如今所有人都得居家隔离 还得面对广大网友的谩骂与不谅解 记者朋友的郑小璇新北报导